无现金交易已经是国际大趋势 那我目前也正赶搭这趟科技列车 而无现金交易平台呢 可说是渗透了各个行业 包括公共交通 那可能有人就会问了 以前Touch & Go啊 一出机通卡不也是无现金付款吗 那其实不只是一出机通卡 信用卡 银行转账卡 还是手机电子钱包呢 如今都是无现金交易的选择 比起传统的方式是来的快速又方便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 交通部长陆兆福今天早上 使用无现金交易 乘搭机场快铁的初体验 不必带现金只要银行卡 信用卡 一卡在手也能搭机场快铁 交通部长陆兆福今早出席 无现金乘搭公共交通运动的推介里 但活动还没开始前 陆兆福不坐观车 是先来到了布城中央车站 从那边乘搭吉隆坡机场快铁ERL 前往目的地 既然要推广无现金乘搭公共交通 部长当然要亲自掏出荷包 用自己的银行卡付款 轻轻一碰就可以马上入闸 陆兆福也开心地前往月台 等待列车到来 车子驶入月台 大伙们上车咯 椅子都还没坐热 陆兆福就起身与列车内的乘客打招呼 而他更是当起代言人 不断鼓励乘客以无现金交易 乘搭公共交通 抵达吉隆坡中央车站 陆兆福也赶紧前往活动现场主持开幕 并前往各个无现金交易平台的摊子 一看就近 而各大平台也出进法宝 吸引陆兆福的青睐 包括使用无现金付款 便可试玩假娃娃机 还有这个超级大的手机看板 让YBTN使用无现金付款 来购买车票 在活动的致辞上 陆兆福表示 无现金交易能够提升付款的效率 然而大马民众习惯了使用现金付款 加上很多人依旧认为 无现金交易系统还不够成熟稳定 对此陆兆福表示 他刚才亲自验证过 无现金付款搭车的效率 请大家不用担心 我可以确认大家 它正确认 因为我刚刚确认 我的车币是14 ringg 从我的车币 所以我故意用我的车币 来购买车票 为了吸引更多人使用无现金交易 承达公共交通 陆兆福也用政府所推行的 买100公共交通月票计划为例子 向在场的业界访化 他希望所有无现金交易平台 和公共交通业者 能够为乘客提供更多的优惠 毕竟大马人最在意的 还是自己的荷包够不够钱花 目前只有吉隆坡机场快铁路线 ERL提供了无现金交易的选项 然而陆兆福希望业者 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合作 让各大公共交通路线 都以无现金交易系统来付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